我的未婚妻赵染是下大小花,她不仅人长得漂亮,身材还很好,最关键的是她对我摆依摆顺。 但就在我们结婚的前几天,我收到了一张照片。 照片上面居然是我未婚妻赵染跟六个男人在一起私混的场面,里面甚至还有一个黑人。 第一,我跟赵染已经相处三年了。 一开始,她就跟我说过,他们那边财力很高,要三十六万。 我为了能够娶赵染,一天打两份工,每天累得跟狗一样。 但我无怨无悔,因为赵染是下大小花,当初追她的人从北大门都能排到南大门了。 我能够得到她的芳心,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 最关键的是,赵染不仅长得漂亮,身材很好,跟我在一起后对我也摆依摆顺。 每天我疲惫地回来,她都会亲自给我洗澡,按摩一条龙。 所以,这三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苦过。 下个月,就是我跟赵染的婚礼了。 这段时间,我一直在忙婚礼的事情,赵染却开始频繁出差。 每次她回来,都是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。 我劝她别那么累,可她总是笑着说,我们快要结婚了,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辛苦赚钱啊。 看看,这就是我老婆,多贤惠啊。 今天,赵染说跟姐妹一起出去开单身派对,我也没多想。 毕竟现在结婚,不都流行开单身派对嘛。 可晚上十一点,我的好哥们吴伟忽然发了一张照片给我。 罗月,你看看这是不是赵染。 我刚刷完抖音,看到这条短信,就点开了吴伟发来的照片。 可下一刻,我的脸色就变了。 照片里,一个身材完美的女人,身上穿着性感的半透明教师服,手拿一只教鞭,叫踩在一个男人的背上。 而在她的身边,则围着五个赤裸着身上的男人。 其中还有一个是黑人,他们的眼里满是隐喻,伸手在女人身上揉捏着。 而这个女人的脸,我再熟悉不过了。 赵染,这照片里的女人,是赵染。 我拿着手机的手,都在颤抖。 赵染不是说,去开单身派对了吗? 她怎么会跟一群男人在一起? 难道,这就是她的单身派对? 我顿时感觉自己头上绿油油一片,脸色一阵黑一阵红的。 我的手死死捏着手机,恨不得将它给捏碎了。 照片哪来的? 我眼睛都在喷火。 不是,真是赵染啊。 你俩不是快要结婚了吗? 吴伟问道。 我问你,照片哪来的? 我再一次重复。 结婚,还结他妈呀。 这是我一个玩夜场的哥们发我的。 他说在极乐会看到一个玩得很开的美女,就拍照片发给了我。 极乐会? 臭! 那地方我知道,去那儿的,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,都是去寻开心的。 我穿上衣服,冲下楼,开着车直奔极乐会。 交了一笔不小的入场费之后,门口的保安才让我进去。 我刚一进去,耳边就充斥着刺耳的喧闹声。 无数的男男女女在昏暗的灯光下摇晃着身体。 一眼看去,我就能看到好多男女在大庭广众下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。 我黑着脸,仔细在极乐会的每个角落寻找。 一遍,两遍,三遍。 可我都将极乐会给翻了个底朝天了,也没找到照染。 她去哪儿了? 走出极乐会,回到车上。 我阴沉着脸,给赵染打了个电话。 电话响了很久,才被接了起来。 喂! 老公! 赵染的声音夹杂在一阵女人的哄闹声中传来。 你在哪儿? 我眼睛眯了起来。 哄闹声逐渐消失,赵染回到, 再跟姐妹们玩呀。 不是跟你说了,今天晚上我们开最后的单身派对吗? 给我发张照片,我的声音压抑着怒吼。 你等会儿啊。 赵染很快就给我发了一张她跟一群姐妹的自拍合照。 看着这照片,我愣住了,她真跟姐妹在一起。 那吴伟给我发的那张照片里的人,不是赵染。 不可能啊。 我又翻了一下手机,十分确定,那就是赵染。 可赵染现在也给我发了自拍合照,总不可能有两个赵染吧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二 喂,老公。 赵染疑惑地喊了一句。 我才回过神来。 嗯,早点回来,我给你留门。 我匆匆说了一句,就挂断了电话。 挂断电话后,我仔细看着赵染给我发的照片。 不管是她今天出去时候穿的衣服,还是戴的首饰,全部都对得上。 反之,吴伟她朋友的那张照片就不同了。 冷静下来的我,发现了许多不对劲的地方。 首先,发型就不对。 对,吴伟朋友拍的那张照片,里面的那个人是短发,可赵染明明是长发的。 还有,她耳朵上戴着一个很大的耳环,我记得赵染从来不戴这玩意儿的。 呼,我松了一口气。 看来真是巧合,极乐会里面的那个女人不是赵染,只是跟赵染长得很像罢了。 这时,吴伟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 罢月,怎么样,你找到赵染了吗? 我跟你说啊,你可千万别冲动啊,他们有六个人呢,还有个黑人在。 吴伟的声音有些急切。 我眼睛一闪,就说道,那个女人不是赵染。 吴伟一愣,不是赵染,你刚才不是说。 我苦笑一声,不怪吴伟,我刚才不也身心不疑吗? 我刚才打电话给赵染,让他给我拍了张现场的照片。 我看过了,他的确是跟他小姐妹们在一起玩。 这样啊,那就好,那就好,你们这都快结婚了,没事就好,吴伟也松了口气。 我笑着对他说道,谢了哥们,下个月我结婚那天,肯定给你安排一个最漂亮的伴娘。 哈哈哈哈,这可是你说的,我可记住了啊。 吴伟哈哈大笑,我跟他又扯了几句,才挂短电话。 我看了眼极乐会的大门,就开车回家了。 赵染一直嗨到凌晨两点多,才被他的小姐妹王湘雅送回来。 我一直没睡,连忙从王湘雅手里接过喝得晕乎乎的赵染。 湘雅,真是麻烦你了,每次赵染,喝醉了都得你送她回来。 王湘雅无奈地瘫了瘫手,没办法,谁让我酒精过敏, 每次都只能看着他们喝,这送人回家的苦力活可不得我干嘛。 我歉意一笑,请她进来先休息会儿,喝杯水。 王湘雅摆了摆手,不了,时间也不早了,我先回去睡觉了。 那行,你路上小心啊,我把王湘雅送到电梯口才转返回来。 看着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的赵染,我摇了摇头,就把她抱进了房间。 她整个人都散发着难闻的酒臭味。 我把她的衣服脱掉,解开她胸前的束缚,随后又把她的裙子给脱了。 可下一秒,我就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的下身,呆住了。 她内裤呢? 赵染裙子里面什么都没有,挂着空档。 这…… 赵染的内裤为什么会不见了? 她不是去跟小姐妹玩了吗? 怎么内裤还会不见了? 面对是这一幕,我难免不多想。 我脸色难看地看着沉睡的赵染。 就在这时,赵染翻了个身,皱着眉头挥了挥手,嘴里嘀咕道, 香雅,小云,你们快撒手,把我内裤还给我。 三,我眼睛一闪。 赵染的内裤是被王香雅他们脱掉的。 我看着胡乱挥手的赵染,都被气笑了。 你们姐妹间,玩得还挺花的呀。 这尺度,比我们男人之间大多了。 我用力地拍了一下赵染的屁股,算是对她疯完的惩罚。 赵染扭动了一下身子,嘴里念叨着什么,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了。 第二天下午,赵染睡醒,就给我打了个电话。 老公,我昨晚喝酒了你还欺负人家。 赵染的声音带着娇称。 我乐了,就说道,你一身酒臭味,谁想欺负你呀? 那你还霸我内裤。 赵染打了个哈欠。 我反问道,你要不要再想想,你内裤是谁霸的? 昨晚你回来的时候,内裤就不在了。 要不是我相信你,我还以为你在外面干嘛了呢? 我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。 赵染的声音一顿,随后就哑了一声。 王湘雅,叶云。 赵染间叫了起来。 老公,我不跟你说了,我找那两个死丫头去。 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,转眼就到了我们结婚的日子。 今天的赵染,简直美出天际。 他穿着一身洁白婚纱,在人群中是那么耀眼。 我跟赵染敬完酒之后,就被吴伟他们拉着喝酒。 赵染在我耳边轻声说了句,要去卫生间。 我摆了摆手,示意他去,这里交给我就行。 来来喝,今天大伙都尽兴啊。 我端起酒杯,就开始打通圈。 罗月,你看那边。 在我打到吴伟这边的时候,他忽然捅了捅我的胳膊。 我一正,朝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。 这一看,我眉头就皱了起来,一个黑人朝卫生间走了过去。 黑人,我这场婚礼有邀请黑人吗? 不对,这黑人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。 我盯着那个黑人看了又看,眼睛猛地瞪了起来。 是他,这不就是吴伟朋友在极乐会拍的那张照片里的那个黑人吗? 他怎么来了? 等等,卫生间。 我脸色慢慢黑了下来。 赵染刚刚就去了卫生间啊。 难道? 不,不会的。 我双手紧紧捏着酒杯。 罗月,吴伟有些担忧地看着我。 我深吸了一口气,强承出一个笑脸,对大家说道,你们先喝着哈,我去放个水。 我放下酒杯,就朝卫生间走了过去。 吴伟有些担心,就跟了上来。 罗月,你先别想太多,事情不一定就是那样。 我没有说话,静止朝南卫生间走了进去。 可我在里面找了一圈,里面连个人都没有。 咦,明明看到他进来了,怎么没人,吴伟奇怪地说道。 我眼睛一闪,闯进了隔壁女卫生间。 罗月,这是女厕所,你,吴伟在门口一把拉住了我。 我转过头,就这样看着他。 他叹了口气,就把手松开了。 作为男人,他很清楚我现在的心情。 女侧现在基本是空的,只有最里面的隔间有人。 我缓缓走到那个隔间面前,就听到了里面压抑的喘息声。 而透过隔间下面的空荡,我看到了地上脱着白色的婚纱裙。 这时,一双黑的不能再黑的小腿从婚纱裙后面伸了出来。 我眼睛一黑,差点摔在地上,还好吴伟及时扶住了我。 我的胸膛剧烈起伏,怒火充斥着整个胸腔。 罗月,冷静,冷静啊! 我一把推开吴伟的手,用力地敲着隔间的门。 赵燃,你给我出来。 四,里面的动静立马就消失了。 我不断用力拍门,喊着让赵燃出来。 Fuck! 滚! 一个操着别角口音的男人声音,愤怒地响了起来。 别,别叫了,我不是赵燃。 随后,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。 但处在暴怒中对我,压根就不相信。 赵燃,出来,你给我出来。 我疯狂拍打着厕所的门。 罗月,罗月,最后还是吴伟死死把我拽了下来。 你放开我。 我红着眼睛,等着吴伟。 吴伟眉头皱了一下,大声说道,你他妈清醒一点。 你看看,这是赵燃吗? 他一声大喝,让我愣了一下。 我看了眼打开的厕所门,整个人都震住了。 王湘雅,怎么会是他? 我瞪大眼睛,看着王湘雅。 王湘雅身上的伴娘服凌乱无比,一半的苏兄暴露在空气中。 他慌乱地拉着伴娘服,脸色通红,低头不敢看我。 你,是不是找打? 王湘雅的身后,站着一个高大的黑人,他满脸怒容,伸手指着我的鼻子。 我这时候才回过神来,脸色一阵变幻。 我没想到,跟黑人胡搞的人居然不是赵燃,而是王湘雅。 湘雅,我看着王湘雅,都不知道如何开口。 王湘雅脸色羞红地抬头看了我一眼,嘴巴动了动,低声哀求道, 罗月,别,别说出去。 看着他的模样,我叹了口气,深深看了他一眼,转身离开。 虽然对于一向乖巧的王湘雅,会跟黑人在厕所里乱搞的事情很震惊,但同时我也松了口气。 不管怎么说,只要不是赵燃,那就好。 我跟吴伟回到酒桌上,就看到赵燃已经坐在那儿了。 赵燃奇怪地看着我,老公,你去哪儿了? 我深深看了赵燃一眼,眼睛闪烁,哦,刚刚去上了个厕所。 对了,你不是说去卫生间吗? 我怎么没看到你,我壮若无意地问出了心底的疑问。 赵燃眨了眨眼睛,回道,刚才里面没位置了,我就去外面了,怎么了? 没什么,就问问,我摇了摇头,脸色舒缓了许多。 我也坐下来,跟大家继续喝起酒来。 我看到王湘雅跟那个黑人一前一后从卫生间的方向走出来。 他看到我在看他,眼睛闪烁地躲避着我的视线。 而那个黑人则是恶狠狠地盯着我,冲我竖了个钟指。 我嘴角一撇,没理会他。 酒过三旬,我被这群家伙彻底灌倒了。 等我醒来的时候,我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了。 我揉了揉胀痛的脑袋,嘴巴里干得很,就爬起来,准备去找水喝。 我走出卧室,来到冰箱前面,刚从里面拿出冰水喝下,要去厕所放个水的时候,我就看到厕所里面有个人影在。 我刚准备让赵染快点,就听到赵染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。 香雅,怎么样,布鲁斯厉害吧? 今天好险,还好你这丫头猴急猴急地,要先跟她来上一炮,不然我非得被罗月逮个正着不可。 布鲁斯现在就在你家。 好,我等会儿就来。 放心吧,罗月醉成那样,早就睡得跟猪一样了。 呜,我呆呆地看着厕所里的那个人影,一脸呆滞。 赵染他在说什么? 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。 但赵染的话真真切切想在我耳边,我就算再不愿意相信,也不得不信啊。 这时,里面传来冲水的声音。 我沉默一会儿,捏着拳头,悄悄回了房间。 没过一会儿,赵染就回来了。 一阵兮兮索索的声音过后,我听到了关门声。 赵染走了。 他去找那个黑人了。 我睁开眼。 打开灯,看着房间里喜庆的大红喜字,感觉无比的讽刺。 赵染,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? 怒火在胸膛咆哮,我的呼吸都沉重了起来。 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,他却要去给那个叫布鲁兹的黑人送炮。 还有王湘雅。 我的眼睛越来越红,重重砸了一下床背,随后就下床穿上了衣服。 我要去捉奸。 我要揭穿赵染的真面目。 为了不被赵染发现,我没有开车跟在他后面,而是静止去了王湘雅家。 我知道王湘雅家住在哪里,以前也跟赵染去过几次。 当我来到王湘雅家楼下,抬头看着上面,发现他家的灯还亮着。 我脸色黑沉,连忙坐电梯上去。 但来到王湘雅家的门口,我就停下了脚步。 我要是现在敲门进去,他们可能会处理好现场,我不可能抓到赵染出轨的直接证据。 但我要是不敲门进去,岂不是任由他在里面跟黑人潇洒快乐。 一时之间,我陷入了纠结。 就在这时,一个外卖员从电梯处走了出来。 他看了我一眼,就暗响了王湘雅隔壁的门铃。 很快,一个男人打开了门,取了外卖,就要把门关上。 我眼睛一亮,连忙跑过去,把门挡住。 你谁呀,想干什么,他戒备地看着我。 这个时间点,我这种举动是会让他有所防备。 哥们,我不是坏人,你能不能先让我进去,我神色着急地说道。 可他就是不让我进,最后急地拿出手机说要报警了。 别!哥们! 我是真有事,我,我是来捉奸的。 我一咬牙,把来意说了出来。 他一正,随后怜悯地看着我。 你是王湘雅男朋友,他指了指隔壁的门。 兄弟,他这门,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换个男人啊。 我眼睛眯了一下,这我倒是没想到,王湘雅私生活会这么混乱。 毕竟我印象中的王湘雅,一直都是乖巧的女孩,要不是今天我结婚在厕所里堵到她跟黑人乱搞,我还不知道她玩得这么花。 我摇了摇头,不是我老婆在里面。 你老婆,她也愣了一下,随后就反应了过来。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,安慰道,进来吧哥们,你是想怎么做? 我指着她家的阳台,说道,我从阳台翻进去,捉奸在床。 我咬着牙,语气凶狠。 不是,哥们,犯不着拼命吧,我这阳台距离王湘雅那边可有些距离,一不小心,你掉下去,就没命了。 她劝了我一句,换了你是我,你能忍,我反问了一句,她沉默了一会儿,就不再劝我了。 我随后就去了她家阳台,爬了出去。 我本来还没觉得有多害怕,可是被风一吹,我脑子也清醒了许多。 看着脚下悬空的地方,我心跳都慢了半拍。 我咽了咽口水,有些害怕,这可是在十三楼啊,这要是掉下去了,我不得摔成肉饼。 一时间,我有点想打退堂鼓了,可这时候,我透过王湘雅那没关上的阳台,听到了照染的叫喘声。 我一咬牙,瞪着眼睛,就朝旁边的阳台跳了过去。 呼,等我死死抓稳王湘雅阳台的铁栅栏,我长舒了一口气。 我抖了抖有些发软的双腿,就爬了进去。 我刚准备推开半开的阳台门,他就自己打开了。 照染被那个黑人抗在肩上,双腿打开,扣住他的脖子。 随着黑人朝阳台这边走来,照染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 我看着这一幕,彻底失去了理智。 捏着拳头就打了过去。 我操你骂,但我这卯足了劲的一拳,却被眼前这黑人轻松握住了。 不仅如此,我的拳头被他握在手里,顿时感觉自己的骨头快碎了。 老公,你怎么在这里? 挂在黑人胸前的照染,睁开眼睛,惊叫了起来。 别他妈叫我老公。 我怒吼了起来,照染,我他妈瞎了眼了。 没看出来你居然是这种货色。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啊。 你他妈跑来给一个黑人送炮。 你见不见啊? 照染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。 最后恢复平静。 他静静地看着我,开口说道, 罗月,既然你都看到了,那也就不瞒你了。 照染从黑人的身上下来,不懈地看着我, 你这三年事对我不错,但是这不能当饭吃啊。 你连娶我的彩礼都要东拼西凑才能凑齐,你觉得你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? 是,我是背叛了你,但那又怎么样? 现在,也不怕告诉你,我一开始跟你在一起,本来也是因为怀孕了,想找个接盘侠,后来孩子没了没跟你分开,也是因为你老实,跟你在一起,不妨碍我出去跟别的男人玩。 照染的话,让我如遭雷击,呆立在原地。 我刚跟照染在一起没两个月,他就说怀孕了,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流产了。 医生说,照染的身体不能再经受一次流产了,不然以后都可能怀不上孩子。 我当时很自责,认为是自己没有照顾好照染,才导致他流产的。 可现在他告诉我,那孩子压根就不是我的。 我他妈从头到尾,都是织绿毛龟。 六,照染。 我红着眼睛,脖子都气粗了。 我弄死你。 我用尽力气,想要把那只被黑人握住的手抽出来。 但是愣是没抽动,于是就仰起另一只手,朝照染的脸打了过去。 可我的手掌还没落到照染身上,就被黑人一脚踹倒在地上。 他上来对我就是拳打脚踢。 我面对强壮的黑人压根没有还手之力,被他打得抱着脑袋哼紧。 而照染就这样静静看着。 王湘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一旁,抱着照染的胳膊,嘲笑地看着我。 好了,布鲁斯,别打死了。 照染看差不多了,就拉了黑人一下。 黑人朝我吐了口唾沫,骂骂咧咧地停了手。 照染。 离婚。 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,抹了一把脸上的血,怨毒地看着他。 照染耸了耸肩,无所谓说道,好啊,那就做财产分割吧。 我眼睛一瞪,就骂道,那房子是我出钱买的。 你他妈出轨了,还有脸分财产。 他吃笑了一声,鄙夷地看着我。 罗月,你是不是真傻,你回去看看房本,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。 我脸色一致。 当时买房的时候,我为了表忠心,特意加上了照染的名字。 照染。 你。 我气得上气不接下气。 我没想到照染这么不要脸。 再说,你说我出轨。 你有证据吗? 你。 我脸色一变,拿出手机就要拍照,却被布鲁斯一把抢了过去。 你给我等着。 我气冲冲地推开他和王湘雅,离开了这里。 我刚出门,隔壁的那个哥们就拉住了我。 怎么样,兄弟。 我苦笑了一声,摇了摇头,低沉地说道,谢了。 说完,我就要走。 他拦住了我。 兄弟,你先别急,我刚刚用无人机拍了点视频,你看你用的倒不。 说着,他拿出手机,点开了一个视频。 我有些疑惑地看了他一眼,在他的点头试一下。 接过了手机,我眼睛缓缓睁大,兴奋地抓着他的手摇晃着,哥们,太勇得到了。 谢谢你了,他用无人机拍下了赵染跟黑人狗合的画面。 里面还有赵染亲口承认的那些话,有了这些东西,我绝对能让他净身出户。 他笑了笑,用得到就行,实不相瞒,我也被律过,我懂你。 我跟他对视一眼,均露出了苦笑,同是天涯绿帽霞呀。 我拿着赵染出轨的证据离开了王湘雅家。 第二天,我就拟定了离婚协议书。 赵染看了看上面的内容后,就冷笑着将离婚协议书扔在地上。 罗月,你还想让我净身出户,你有证据说我出轨吗? 我捡起离婚协议书,淡淡地说道,证据,我还真有。 我在电脑上点开了一段视频。 赵染看完后,脸色大变,你什么时候拍的? 我冷冷说道,你管我什么时候拍的,这离婚协议书你不签,我就把这视频发网上去, 到时候打离婚官司,你照样要净身出户。 赵染的脸色难看得很,他忽然就换了副面孔,抱着我哀求道,罗月,我错了。 我们好歹夫妻一场,你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,我发誓,我以后一定跟布鲁斯划清界限。 我只爱你一个,要是以前,我舍不得让赵染受一点委屈。 但是现在,我只觉得他恶心。 你给我滚。 我挣脱赵染的怀抱,对他大骂道,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? 现在你知道错了,知道求我了,我告诉你。 晚了,赵染见状,也不装了,恶狠狠地看着我,转身离开。 有了他出轨的证据之后,就算赵染不甘心净身出户,但也没办法,还是跟我签了离婚协议。 吴伍在知道我离婚了之后,就来找我了。 罗月,你这怎么刚结婚,就,他欲言又止。 我苦笑地喝了口酒,老吴,赵染他的确出轨了,从三年前开始,我就是个活王吧。 吴伍眼睛瞪了又瞪,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,为什么那天你给我发照片之后,他又发了张不一样的照片,难道他还会分身不成? 吴伍眼睛一闪,开口说道,只有一个可能,他提前拍了一张照片,等你什么时候齐心的时候糊弄你。 我手一顿,自嘲地笑了笑。 是啊。 他从一开始就出轨了,背着这一手,不是很合理。 可笑我这个傻逼,那么容易就相信了他。 我一口一口喝着酒,发誓以后一定擦亮眼睛,对漂亮女人敬而远之。 查看下一张,全部收起。